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至容无碍 应勿认随行 你们学佛学了一段时间 甚至学了十几二十年 为什么进步这么慢呢 因为很简单 你不是在佛式上打转 可能就是在经典中打转 但是你依旧没有定 因为你没有修定 你没有定的功夫 你会反驳我说 禅宗不用修定 六祖曾经在第一品中说过 不论禅定解脱 只论践行与否 你的这句话产生了误解 如果六祖不论禅定 他就无需讲座禅品了 其实 六祖也有讲禅定 六祖讲 不论禅定解脱 指的是小弟 而三妹是大弟 所以 我奉劝各位 你学佛这么久 为什么常常遇到境界就被境界转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定 有很多老参 他们最大的气馁就是学那么久没有用 自己不检讨 他可能还怪佛法不好用 你当看看你的定力如何 你要培养你的定力 是否能做好且不说 你只要知道它的重要性 然后每天 要做 有做就好 不论是修禅定 还是领悟自性本定 你当朝这个动作做 没有形式 也不离开形式 比如 早晚课时 坐禅 念佛 或观呼吸 都是一种形式 但它们与定都有关系 比如 原始佛教在修四念处 与修行有关系的 都跟定有关系 你修行不得力 是因为你的定没有培养起来 只要你没办法气助三昧 不要说开悟 你学佛要受益就很困难 我们常常被境界打败 就这么简单 这个世界 你说是五着恶势也好 你说是红尘滚滚的世界也好 你时时刻刻活在这个宇宙的大染膏 你凭什么能活得很好 当这个境界还没发生之前 你的理智是存在的 但是当境界来临时 你的理智就被你的欲望 愤怒和恐惧淹没了 你有观察到吗 你一辈子不是如此吗 每个人皆如此 你看不出重点吗 你单纯用你的理智 想要抗衡那一个境界 所以我才会告诉你们 很多东西还是要培养和均衡发展 学禅的人一定符合佛法的真实意 也并未离开佛法 只是他直接了当知道佛的心意 一般人只知道佛表面的意思 并不明白佛的本怀 你什么时候才能契入三昧 要问你自己 观世音菩萨也不例外 他说 从文思修 入三摩地 三摩地即三昧 一般学佛的人 遇到境界就导 只要一有风吹草动 他就风吹草低陷牛羊 身智容无碍 应勿任随形 平常在家用工 日常生活就是随缘 随缘 你就不会落入一边 就是中道 随缘并非只有 直空 而是直接跳开空 有 什么叫随缘 该怎么做是正确的 你就怎么做 客人来 该招待客人 就招待客人 客人走了 不要发呆 就好好用工 你不要觉得很简单 事实上 这是很困难的 简而言之 你的头脑 没有那么清楚 客人来 你会想 我要用工 他就来 耽误我修行 真是冤心占主 我实在懒得跟他说 你们可塑性强一点可以吗 不执着的人 可塑性最强 一般人都硬邦邦的 一折就断掉 文后思维 你有没有培养 你的定力呢 心平和老持戒 行职和用修禅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大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